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慧在二十大之后变本加厉 唯我独尊 趁党内换届之机主动要求躺平 也是李克强和汪洋个人角度的最不坏的选择 在中共二十大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之前 海外时评人士高新就撰文分析 二十大上 即使有好几位与李克强同龄 甚至年龄稍长于他李克强的现任政治局委员 因为所谓事业需要而继续留任甚或升职 李克强本人主动向习近平申请退出的可能性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要知道 李克强已经是连续任满了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若再安排连任第四届政治局常委的话 党内只有一个先例 那就是胡锦涛 即使习近平表示出了让李克强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 为其陪跑第四届的意愿 还有一个李克强敢不敢留和愿不愿留的问题 同样 汪洋也已经连任了三届中央领导人 中共十七届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 所以即使习近平挽留 自己也应该实相一点 用官方宣传的说法是高峰亮节 文章分析 其实已经在中共党内彻底实现了唯我独尊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 即使是果真恢复了党主席制 不要说基于政治犒赏的需要 把政治局常委会扩编 甚至把政治局和常委会都搞成偶数制的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均不见 包括退休元老在内的整个中共的内部 对习近平的态度都已经达成了 由着他折腾去罢的共识了 在此前提下 相信无论是李克强还是汪洋 他们两人的名字如果出现在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 也并非所谓反习派的胜利成果 而此应该是被看成遭受到了习近平的政治裹挟 被迫陪跑 而他们两人若是被宣布退休的话 则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如自己所愿 此二人应该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为二的内心倾行者 按照习近平眼下的这个折腾法 李克强也好 汪洋也好 都应该明白了激流勇退是福不是祸 文章指出 在王沪宁为习主持起草的二十大政治报告里 涉台部分里的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一句 是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没有的内容 由此也很容易联想到了习近平最好的朋友普京的末日疯狂 事实上 所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不但包括了留岛不留人 炸毁台积电 同样也包括了对美国开战乃至核威慑 如今的习近平能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与美国和整个西方较劲 证明他二十大上完成连任之后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台 都会变本加厉的疯狂的概率越来越大 对此 武力阻止的李克强也好 汪洋也好 只要是不愿陪同习近平共为历史罪人 趁二十大换季之机主动躺平 是对其个人最不坏的选择 通常按照剧本进行的中共二十大 二十二日在摄影机定位后 上演前总书记被离场的一幕 举世哗然 尽管中共官方急忙翻墙通过推特账号 给出了当时胡锦涛身体不适的说辞 但根本无法平息外界对这起轰动全球事件的种种揣测和分析 有网友通过视频深扒了八个细节 指出问题就出在这些细节上 也有分析指出 无论真相如何 习的冷漠和中共高官的尴尬 让胡成了习的派对摧毁者 亲手砸了习登基盛典 也让世界窥视了中共的狼性文化 这恐怕是习近平始料未及的 综合报道 通过对现场分析的视频 真相就在八个细节中 一是胡锦涛现场要坐下 被安保架起 二是栗战书想起身搀扶 被王沪宁拉了下去 三是胡锦涛要拿走桌上的文件 被习置之指 四是胡锦涛架走后 栗战书拿手机擦冷汗 五是胡总前拍了拍鞋的肩膀 到底说了什么 六是胡总随后也拍了李克强的肩 李点头回应 第七个细节是 胡离开会场时 不用人搀扶 步履正常 最后一个是 现场胡春华报首 始终纹丝不动 海外视频人士韩联潮认为 胡明显不愿意离开会场 有话要讲 而安保把胡锦涛西装 都脱着的变形了 完全不顾党代会表面团结的脸面 有权利就是任性 可以随意剥夺 二十大主席团常委的参会权利 投票权利 表决权利 发言权利 令这种无人举手反对的党代会 当场穿帮 从这个意义讲 胡锦涛敢砸场子 好男儿 另一方面 命人强行把胡锦涛架起 拖拽出会场之后 才开始举手表决 以求达到无人敢反对的局面 二十大还具有合法性吗 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发推文写道 胡锦涛被强迫离开会场 请看工作人员把胡锦涛拉出座位 把胡拉的一个小裂嘴 省些站不稳 请看工作人员拽着胡锦涛手臂 那一侧衣服都被拽歪了 细节请留意细节 不由想起两年前被传到网上的自己的发言音频 二十大这场景再次印证了习就是黑帮老大 中共造成了政治僵尸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认为 胡锦涛离场两个最可能理由 要么中国想要通过象征性的移除代表前一个时代的领导人 将中共的权力政治展露无遗 要么胡锦涛有严重健康问题 但如果胡锦涛因为健康不佳而被带离现场 为何一切发生的那么突然 又为何会在摄影机前发生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情况 要知道 中共如此关键的会议通常照剧本上演 这不禁令人怀疑 发生在胡锦涛身上这一幕 也许并非意外事件 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江大义推文说 根据他们拍摄到的画面 劝离胡锦涛的两名员工中 延长者的工作胸牌生写着孔绍迅 根据公开信息 孔绍迅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他的上司是中办主任丁薛祥 根据视频 孔绍迅扶胡锦涛离场后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回来跟习近平说话 孔绍迅先向习近平说几句 习近平给孔绍迅回答之后 孔绍迅点了几次头 然后走开了 此外 随着胡锦涛关键字的搜寻数量 爆炸性的增长 22日 社交平台推特上 也出现了许多假账号 机械式的推翻 同一张图片以及贴文 用中文写着 中共二十大闭幕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书席 胡健康状况不佳 被服务人员带离会场后休息 带风向的意味浓厚 有网友表示 如此心事动众混淆视听 看来是真出了大事 这个月 拜登政府公布了最新一轮的 对华全面出口管制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阻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高级别芯片 此举标志着 美国对华出口技术政策的巨大转变 许多人担心中共当局会采取报复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对稀土进行出口管制 有专家分析 使用稀土出口管制来回应 美国对北京的芯片出口禁令 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但这并不是北京的最优选项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是稀土行业的龙头老大 凭借跌延的劳工价格和宽松的环境政策 占据全球60%的稀土生产和85%的稀土加工产业 专家分析指出 如果未来几年 北京希望能够在动荡的全球能源市场 确保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就不太会采取任何可能威胁双边能源贸易的行动 如果北京这样做 带来的将是其稀土行业地位的削弱 同样 美国也能够在没有中国渠道的情况下 加快稀土的开采和演练 毕竟建立新的稀土演练厂 比研发新的芯片技术要容易得多 报道指出 随着中共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 以及发达经济体对于高级电池的需求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探寻 如何加强稀土的开采和演练能力 地理学家克林格说 目前美国 加拿大 欧洲部分国家 非洲部分国家和澳大利亚 都在力图开始获释加大稀土资源的开采和演练 白宫在今年2月宣布了加强稀土 和其他关键矿物供应链的计划 终止对华的依赖 目前已经启动了多个稀土项目 有专家指出 完全将中国从稀土供应链中提出是不现实的 但是目前中国在国际稀土行业过高的影响力需要改变 与此同时 如果稀土被中共当局用作经济武器 美国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应对可能的禁运 地理学家克林格说 要想在短期内增加供应链的多元化 答案可能是回收这些元素 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张菲利说 短期内 西方国家可以做的是建立稀土库存 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权益之际 而长期看来 西方政府可以资助一些公司起到示范作用 毕竟 稀土曾经是美国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 没有理由这场景不能再次重现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